他出生农村,是一名小儿麻痹症患者,平日里行动不便。 即便是命运对他如此不公,他也并没有放弃,而是发奋学习,收到了河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 他懂得感恩,在父亲拖了多年的脑血栓病情加重时,不离不弃,带着父亲上大学,感动了许多人,被官方媒体争相报道。 他是大家眼中的孝心男孩,立志之星。 微观人物故事,立志激励最为上进的责任青年。 本妻子牙同去微观视角,就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最美大学生赵德龙。 赵德龙出生在河南领保东关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,家中几口人只能依靠父亲,他们勤勤俭俭地过日子。 三岁那年,赵德龙被确诊小儿麻痹症,两条腿都不能动。 为此他的父亲带着他,到城市的各大医院看病。 这种病的治疗过程是很漫长的,十几年下来,几乎已经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。 好在经过积极治疗,赵德龙的病情得到了控制,有了好转,甚至可以正常行走,但是他父亲的脑血栓治疗却延误了。 赵德龙深知父亲的不义,为自己付出了很多,他未有发奋学习,才能带着父亲走出农村。 这是对他最好的回报。 在高考的最后一段时间,赵德龙将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。 2014年8月,他以优异的成绩得以进入河南科技大学学习。 在快递员送来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,他再也绷不住内心积攒的压力,抱着父亲嚎啕大哭了起来。 他知道如果没有父亲夜以继日地陪伴,鼓励,支持,就不会有他现在的成绩。 但是后来的生活又是当头一棒。 2015年8月,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,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。 我们都知道脑血栓这种血管疾病,一旦脱久了,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 幸好经过医生的紧急救治,他的父亲病情稳定下来,但是也留下了后遗症。 躺在病榻上的父亲,双腿僵直,不能行走,生活不能自理。 赵德龙在旁陪护时,就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,为了使父亲得到更好的照顾,他决定带着父亲上大学。 大二开学后,他先是从老家借来一把旧的轮椅,推着父亲坐火车到洛阳,然后住进了之前已经联系好的一间破旧的房屋里。 在后来的日子里,他就是在这间屋子一边上学一边给父亲做饭,照顾他的生活起居。 他带着父亲上大学的事情被传开后,不仅得到老师同学的帮助,学校有关部门也为他和父亲安排了一间免费的爱心宿舍, 帮助赵德龙申请国家助学金,办理助学贷款手续。 之前赵德龙的生活仿佛被命运笼罩上了一层阴影,但是他仍然试图寻找阳光,在照顾父亲的同时,也不忘学业,不忘充实提高自己。 虽然他的左腿不方便,但他为了锻炼自己,仍去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双结棍协会,多次参与演出,有过许多精彩的表现。 成绩一直很优秀的他,凭借着自己的努力,荣获多项国家级、省级和市级的奖项,以及一系列的荣誉称号,如2016年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,河南省优秀共青团圆和励志大学生。 在生活中临过雨的人,总是不忘给别人撑伞。 赵德龙在校期间,会经常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,做志愿者活动。 周末会去儿童之家陪小朋友玩耍,会去养老院看望孤残老人,陪他们说说话。 院里的老人,小朋友看见赵德龙来时,都会兴高采烈地来迎接。 除此之外,他也参加过烈士陵园清扫活动,参加过心理教育健康普及活动。 他认为生活虽艰苦,但乐观的心态最重要,奋斗的人生最美丽。 大二时,左腿不变的赵德龙毅然决然地把父亲带着和他一起上大学。 几年过去,他也快要毕业了,而他和父亲也早已成为河南科技大学校园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全校师生都很关心他们的生活,就连学校的党委副书记和副校长也来赵德龙的爱心小屋,看望他和父亲。 在得知赵德龙已经被一家铸造公司录用后,大家都替他感到高兴。 因为这所公司的负责人是和赵德龙一个学校的校友,学校校友会还帮赵德龙取得了联系,并确定了他上班需要住的单间宿舍。 在这间小屋里,副校长再次向他和父亲递上了一个资助红包,光是雷校长一个人的善款就已经总计达到了一万九千元。 雷校长平时还热衷于公益,当听到赵德龙说想加入他们的爱心团队时,他对此极力赞许,高兴不已。 在领导走后,又有其他的一些老师同学来看望。 这所爱心小屋,总是时时刻刻被爱所包裹。 赵德龙被这种浓浓的情意所感动,因为这让他心生阳光无限,心生善良不止。 在毕业典礼上,赵德龙在全体师生的注目下登上了舞台,领取了属于他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校方还为他的父亲准备了一份惊喜,也给他父亲送上了属于他的双证,上面分别写着教子有方和健康长寿,这也许就是对他最好的肯定和祝福。 望着父亲的双证,赵德龙异常兴奋,从父亲双腿不能动到如今可以扶着助走气行动,他知道背后的艰辛。 这一刻,他和父亲终于一起毕业了,在场的家长、同学、老师都有见证,善行天下大四海,赵德龙和他父亲的相濡以沫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。 而在这个会议厅,也有着赵德龙的独特记忆,在这里,他曾参加了新生晚会,在这里,他和父亲曾受邀欣赏了学校组织的玉剧演出。 参加完毕业典礼,大家一起来到学校餐厅,开始着手制作自己最后的毕业一餐。 辅导员把课由我们毕业了的蛋糕端了上来,贴心地把生日帽戴在了赵德龙的父亲头上, 并且拿出了一个粉色新型的红包,递给了赵德龙。 上面不仅有全院师生的签名,还有祝福。 原来这是老师和同学们专门为赵德龙准备的6666元安家费。 赵德龙知道他们的心意,他想起之前的助学资助,想起老师和同学们一直以来对他的关心与帮助, 想起父亲的教诲,他决定在以后的生活中,一定要不负他们的期待,好好工作。 大爱做事,感恩做人。 学业不可费,家父不可弃。 他希望自己能好好读书,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,获得高收入, 带着父亲过上更好的生活,用自己的力量回馈大家,回馈社会。 面对生活的困难,赵德龙总是积极应对,主动想办法,走下去。 他带着父亲上大学,用质朴的行动,诠释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道,用坚强乐观的心态,自己的努力描绘出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。 他告诉我们,孝道是为人根本,公义可以使更多人受益。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,相信他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,终能到达远方。 你认为赵德龙的生活会有所改善吗? 欢迎大家的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,你们的每一份鼓励,都将是我做出更好的视频的动力。